8月17到8月23 那节气呢已经到了除暑 除呢就有结束终止的意思 那所以就是夏天即将要结束 可是这段时间呢 白天还是高温炎热 然后早晚呢开始会有点转凉 所以这段时间要多注意身体 千万不要感冒了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 来第一组 属蛇 属鸡跟属牛的朋友 他这个是事业发展 结盟得利 那这个时候呢 在下一周 他们在工作跟事业的方面呢 运势最好可以说呢 做事情呢 得心应手 如鱼得水 最好呢是多找一些人来合作 或者是跟异业结盟 会有非常非常好的绩效 然后所以呢是有三颗心的好运 然后第二组呢我们来看哦 属虎 属马跟属狗的朋友 那这三个生肖呢 在下一周贵人的运势特别旺 它是贵人临门 出门得益 所以他们如果只要出门 或者是旅游都会有贵人的运势 那如果下一周没有这样安排的话 其实呢可以安排多多去拜访客户 可能会得来大业绩哦 所以呢是有 四颗心的好运势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属猪 属兔跟属羊的朋友 那在下一周呢运势呢是 事有蹊跷转环为妙 那为什么是说事有蹊跷转环为妙呢 因为下一周可能跟在人际关系方面呢 会有一点点的状况跟问题 或者是跟另外一半 那或者呢是跟我们公司的同事 那因为呢中间传话的人呢 传话有一些误解 然后造成大家心里的疙瘩 那这个时候呢 不妨呢静下心来好好思考 然后好好的沟通 这样就可以了哦 那下一周的运势呢是两颗心 接下来呢来看我们属猴 属鼠跟属龙的朋友 下一周的运势呢是 财运当头 财运亨通 那是五颗心的好运 那这就不用讲了 下一周就是财运非常非常的好 那如果呢 下一周有一天呢 有一种灵际一动的感觉 那请你记得 下一周的财位在东南方 往东南方呢去找呱呱乐 或是买个彩卷 都很好 那我们特别加码的部分呢 下周桃花最旺的呢 是属鸡的朋友 事业最旺的呢 是属马的朋友 然后再来呢 财运最旺的呢 是属鼠的朋友 太棒了 太棒了 第一次